第四輪發表會 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呢不一樣 我們是在四輪的發表會場 因為其實我們除了SUPERMOTO之外 還有SUPER AUTO 所以呢 我來參加一下四輪發表會 當然呢 不是每一個汽車的發表會我都參加 但是這個G-Car 我真的是無法自拔 大家來看看 這個 新年發表主要是這個New G-Car 然後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G500 一個是GMG的G63 說說這個車啊 他真的是相當狂 因為呢 他比我早十年就已經出現在這個地表上面 那更屌的是呢 他進化到現在呢 除了他外表這個硬漢的風格之外呢 他的這個越野性能當然肯定是沒話說 再來最重要最特別的就是 他外型雖然都沒有改變 但是一些高科技的設計啊 高科技的的應用 比如說LED啊 都已經用上這輛車了 那更屌更屌的就是呢 不要看它是這種 方正造型的這個越野車 那事實上呢 它在停路上面的直線加速性能 也是相當的近的 0到100呢 只要4.5秒就可以達成 所以呢 你不是超跑 我覺得你在路上你看到它 你也是要進位子 三分啊 另外呢 在豪華度方面呢 它甚至在車上有配備了這個 電動按摩椅 你可能會想到在一些豪華房車上面配置 但是你絕對不會想到在這種越野車 越野車上面也會有這樣的設置 這個 講講它這個門啊 這個門其實真的非常的硬派做工 來坐坐看 其實雖然它的外表呢 擁有很硬派的造型 可是內裝很有氣感 接得很好 內裝就像是一台S-Class啦 這是我們的旺透的 好黃大大 你看那個時鐘是IWC的啊 白色黃 只是它這個按摩椅要怎麼啟動 它只有前座有 後座可以選 可是我記得好像都是要選的 而且它有這個通風的 可是現在應該不行了 因為那個 因為沒有啟動引擎 所以它真的會有那個滾動的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它就像S-Class一樣 S-Class就是會有滾動啊 然後它還有一個 我不知道 應該都是有的 那有一個是熱食功能 我覺得那蠻舒服的 熱食 對熱食功能 但是開車的時候最好不要用 會睡著 真的 它就是 會溫暖 它也不會很燙 冬天 可是夏天可能會有點熱 但是冬天的時候 就會 滿爽的 可以 幫我們坐一下嗎 可以 這個 這個 基本上今天 除了媒體能夠參加之外呢 很多VIP的民眾也都可以一同參加 所以 我們還是要浪假 讓他們賞車一下 老實說 這個 這個 機車當然我們是專業啦 但是 汽車 這個 對我來講 還是有些甚至 但是沒關係 我們 拿出那個 玩機車的精神來玩汽車 我相信 很快 這個 一些車輛的規格數據啊 一些 車輛的特色啊 我想談不倒我們 好 那我覺得呢 因為我個人啊 當然這個G-Car對我來講 還有些遙遠 好 但是呢 相當令人期待的就是這個 Suzuki有出這個新的G-Car 其實他外型呢 有這個G-Car的味道 再加上其實 他的歷史啊 比G-Car還要再更早 那 如果你講到經典 其實Suzuki的G-Car 經典度 並不輸G-Car 那 我覺得 或許那也是一個折衷的選擇 我個人也是相當期待這個G-Car 這輛車 當然 如果 你有預算 我想 G-Car還是 這個一次到位的最好選擇 好 我們今天就介紹到此 因為 基本上我不是一個專業的四輪的 講評者 那我們就用看熱鬧的心態來 帶大家 稍微看一下 那 一些規格數據還有完整的介紹呢 還是到我們SUPERMOTO A的這個頻道上面 然後來看一下這個文章的報導 OK 我是阿Ben 我們下次再見啦 下次再見啦